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部戏是美国著名的戏剧家 佑金奥尼尔的一个作品 他在32岁的时候 因为这部作品 获得了菲利普测奖 可见这个戏本身 对美国戏剧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其实故事本身并不难 写的就是两个兄弟 同时爱上了他们邻家的女孩路斯 最后呢 哥哥走了弟弟的路 弟弟走了哥哥的路 而这个女孩子呢 作为选择 也选择错误了 所以呢 三个人因为个性和命运 选择的这种 这种叫什么 交替 或者说是一种失误的选择吧 我们不能把它叫成错误的选择 反正看结果好像是错误了 但是如果从尊重人性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无所谓对和错 我常跟我的演员说 我说有些悲剧观众可以喜看 可是有些喜剧呢 我们可以悲演 所以我想天边外 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喜剧 为什么 互相亲人之间在吵架 这不是个很可笑的事情吗 对吧 曾经相爱的人海誓山盟 然后现在呢 大家已经反目成仇了 互相在怨恨 这不是喜剧吗 所以换一个角度呢 有可能它的现实意义 我想就是 我们会在剧场的观众 看完这个戏以后 在享受了浪漫之后 忽然感受到生活是那么不堪 然后最终我们走出剧场的时候 仍然让观众觉得 我们拥有理想是对的 我饰演的是弟弟Robert这个角色 导演会先是逼我们吧 就是他会逼我们自己想办法 比如说我们通过看书 通过自己研究剧本 通过我们自己去想象 然后通过跟他聊天 然后就互相启发吧 天边外这个剧本来就是一个景点 而且这部剧在 我们还在学校学习表演的时候 都很喜欢这个作品 因为他讲的就是 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生活 而且他非常有时代性 他不仅是当时那个时代 去讲他这个故事 拿到现在 拿到我们2000年以后 一样可以看 甚至到再往后走 一样可以去看这个戏 要非常感谢导演 就是能给我们年轻人这个机会 就是在我刚刚进剧院 还没有就是办完手续的情况下 也没有就是跟他有过多的接触 他就敢信任我把这次机会 把这么重的一个角色 给到我身上 就是他对我的信任 我也非常的感谢他 你妈妈让我叫你回家吃饭 刚才我已经把我妈推到你家去了 你妈妈还好吗 还那样吧 不好也不坏 我觉得这些演员演的都还挺不错的 就是长期 包括这里面的这个场景的设施 音乐啊什么的都很震撼 你的效果挺好的 是吧 小朋友你好 你以前看过我们的那个天边外话剧吗 我没有 我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那你觉得我们的演员都演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都很好啊 挺真的 是吗 你喜欢吗 我很喜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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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